以581年太后宫内16岁的小宫女王室 跪在地上吓得瑟瑟发抖 李太后铁青着脸质问她 说孩子是谁的 王室闭上眼睛咬紧嘴唇 一言不发 而泪水再也忍不住喷涌而出 李太后大怒 龙头拐杖往地上一出 震得地面都发尘 你可知道宫女私怀身孕 案例是要被杖毙的 王室被吓坏了 这才从怀里掏出一套首饰递给了李太 后 李太后一看是遇刺的物品 常常说了一口气 立刻转怒为喜 为皇家开支散业是好事 你怕什么呢 不是王室怕 而是皇帝不允许她说出去 那天19岁的万历皇帝 来给李太后请安 恰好李太后 不在 万历闲来无事 准备洗把脸 王室端来一盆水站在一边 服侍着 万历盯着眼前这个水灵的小宫女 越看越顺眼 头一热一把将王室拉进怀里 旁边的侍从赶紧退下 一番云雨过后 万历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 冷冷地对王室说 今日之事不准再提 随后起身匆匆离开 他一见追上问 皇上打算给他个什么名分呢 万历十分不耐烦地撂下一句话 就赏赐一套手势吧 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王室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刚才还温情默默的皇帝 为什么眨眼间就变得冷若冰霜 他一生的贞结被毁了 而对方连他姓什么都不想知道 面对皇帝的绝情 他无能为力 只能默默流离 之后皇帝再也没来找过 他偌大的后宫中美女如云 即便皇帝碰见他也认不出来了 他恪守本分就当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 继续做他的奴隶 可老天偏要为他鸣不平 几个月后 王室竟发现有了身孕 他忐忑不安 不知该喜还是该有 每次想起皇帝那张冰冷的脸 他都感到害怕 他不知道自己将面临怎样的惩罚 直到肚子越来越大 已经无法掩盖被逼无奈下才把真相告诉太后 太后马上招万丽来询问此事 可万丽十分嫌弃王室公 女的身份 她矢口否认 我不知道跟我没关系 万丽的态度彻底激怒了李太后 她直接命人搬出内起居住来 上面皇帝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临幸了 谁都记得清 清楚楚 铁证在此万丽是抵赖不了了 迫于李太后的威严万丽承认了王室肚子里的孩子是自己的 封她为王公妃入住景阳宫 看似王室是飞上之头变了凤凰 实则是悲惨命运的刚刚开始人都有逆反心理 尤其是作为九五之尊的皇帝还要受母亲的压迫 把不喜欢的女人那为妃真让她感到恼火 更何况她的身边有了郑贵妃 此女不仅貌美 性格又活泼开朗 很会讨万丽欢心 万丽实在看厌了宫中那些守规矩 无趣的女子而郑贵妃给她带来了诸多的快乐 因此万丽的眼中再也容不下别的女人 至于王公妃本来就是个意外 万丽就像忘记了她的存 再一样 从未踏进过她的宫殿 王公妃在景阳宫里默默无闻 静而不争 她的存在感很低 就像一个可有可无的影子 这样的日子也没什么不好 几个月后的一天宁静的紫禁城里 突然传来一声音 儿的啼哭声 王公妃生下了皇长子朱长舵 消息传来举国欢腾 她的宫殿里喜气洋洋一下子有 料生机 万丽有了第一个儿子 也着实高兴了一把 她下诏捡税免行祭祀宗庙 对王公妃的态度大变 加封了她的娘家人对小皇子 也倍加爱护 看王公妃的眼神也不那么冷漠了 还偶尔来王公妃的 请宫里过夜 1584年王公妃又为她 生下了一个小公主云梦公主 朱轩元 这段时间是王公妃入宫后最幸福的时光 虽然没有郑贵妃那般得宠 但皇帝不那么讨厌她了 对于她来说足矣 可是她生命中唯一的一点幸福 很快就被打破了 1586年郑贵妃生下了 皇三子朱长巡 皇次子夭者 爱屋及屋万丽欣喜一场 取太苍吟十五万两 用于庆贺皇三子的降生 这个儿子可谓 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郑贵妃洋洋得意 按照他的想法 这个儿子就是未来的皇帝 明眼人也都看到了万丽对朱长巡的偏爱 威房出乱子 大臣们纷纷 尚书要求立皇长子为太子 按照明朝的继承制 有敌立敌 无敌立长 王皇后没有生下嫡子 理应立皇长子 朱长巡为太子 这个提议一下子把 于是吴征的王公妃母子推到了风 口浪肩上 万丽收到作物书 虽然生气 但她认为大臣们是左右不了 皇帝的 她的措施是先拖着等王皇后去世了 把郑贵妃立为皇后那朱长巡就是嫡子 继承大统理所当然 然而她太低估这些文官们的战斗力了 明朝文官最光荣的事就是跟皇帝斗 皇帝越不干 他们想要赢了皇帝的决心就越大 而皇帝最痛恨的就是大权旁落 逐渐的这件事演变成了皇权与臣权的博弈 而王公妃母子变成了这场斗争中的牺牲品 万历一气之下就把景阳宫变成了冷宫 王公妃母子三人的待遇一落千丈 景阳宫里伺候她们的人都被赶走 只留下几个郑贵妃的眼线盯着她们的一举一动 她们的吃穿用度甚至连奴才都比不上 而且没有了出 入的自由 一把大锁牢牢地把她们锁在了宫内 只留一个能敌范 菜的洞口 突然之间天空变得就像是被浓墨染透 见不到半点 星光 而皇上的心比这冷宫还要冷上千万倍 让王公妃赶到 不寒而栗 冰凉的冷宫中唯有一双 而女能带给她丝丝的暖意 也许是冷宫里的环境实在太恶劣了 一年后三岁的云梦公主离世了 王公妃抱着女儿冰冷的尸体嚎啕大哭 无人能理解此刻她有多悲痛多无助 而外面朝堂上还在继续战斗着无数的官员被把关 被仗打 但他们丝毫不惧前面地倒下了 后面的继续战斗 一波又一波永无休止 这一争就是十五年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国本之争 这场激烈的政治事件 万丽逼退了首府四人补给官员 十余人 阳吉的中央集地方官员更是多达三百多位 可文官们像打了鸡血一样仍然不屈不扰 李太后实在看不下了 她找到万丽问 你为什么不肯立场落为太子啊 万丽脱口而出 她是宫女生的儿子 李太后勃然大怒 你不也是宫女生的儿子吗 万丽这才缓过神 她忘记了自己的母亲也是宫女出身 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赶紧下跪陪李太后冷哼一声 扭头就走 看着母亲远去的背影 万丽不得不承认自己输了 她一个人孤独地奋斗了十五年被折磨得半死不活 搞得心里焦脆最终落得个众叛亲离的结果 如果再固执己见 怕是连皇位都保不住 堂堂皇帝竟被大臣压制 这让万丽感到万分憋屈 在她看来这一切的一切都怪王公妃生下了朱长洛 1601年万里下指令朱长洛为太子 国本之争落下为母 朱长洛终于翻身 而她的母亲王公妃却永无出头之日 女儿死了 儿子又被接触宫外 王公妃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冷宫里 饭也吃不饱 觉也睡不好 她无时无刻不再为儿子担忧儿子身份特殊的群狼 环似的宫中 她还能好好地活下去吗 而万里为了惩罚王公妃 坚决不让朱长洛去看望母亲 母子俩虽同在紫禁城内却是一别十年未见 按照常理儿子被封为太子 王公妃应该晋升为贵妃 但万里就是不肯同意 直到朱长洛生下了儿子 才将王公妃封为皇贵妃 而待遇上却是丝毫未变 她依然被锁在冷宫中没得吃没得穿 无人跟她说话 常年累月只是一个人不停地流泪 眼睛都哭瞎了 在这种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摧残下 她终于撑不住了 1611年王贵妃病入膏肓 她感觉自己活不了几天了 于是掏出所有的积蓄塞给了一个太监 希望她能传话让儿子来看她一眼 朱长洛得知消息后 贵求父亲允许她去见母亲最后一面 万里终于良心发现点头同意 景阳宫门上的大锁都一声了斑斑秀记 朱长洛一阵心酸咬牙砸开了锁 大门打开的那一刻 她再也忍不住眼泪哗哗之灵 只见院内杂草丛生到处都落着大厚的灰尘 昏暗的寝宫内截着里三层外三层的蜘蛛网 而缠绵病态的母亲捧头垢面 眼睛早已哭瞎 怀里紧紧抱着三件小童装 朱长洛扑通一声跪倒在床前 王贵妃为之一颤 她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儿子 虽然她已经什么都看不到了 为了保护儿子 上来先小声对儿子说 郑家有人在此 然后以手带眼抚摸着儿子母子分离十年 弥留之际 她一定有千言万语想对儿子诉说 却什么也不敢说只哭着说了一句 而长大如此我死和恨 当天王贵妃就永远地离开了 这个无情又冷漠的世界 29年前她与皇帝的一次偶遇 让她有机会成为了当今太子的生母 从宫女摇身变成了皇贵妃 空有其名 甚至是未来的皇太后 但同时也因为这次偶遇 让她在冷宫里生活了30年 既无恩宠也无后代 最后惨死 而临终前她看着自己的儿子 已经平安长大 她觉得此生足矣 其实王贵妃的愿望 一直很小小到只要活着就好 她死后大臣们建议 按贵妃的礼仪后葬 但万历又开始犯婚 简决不同意 只想找个地方随便埋了 对此万历与大臣又争执了十个月 王贵妃迟迟未能入土为安 由于景阳宫地处皇宫内 最偏远的角落 宫内散发出的恶臭味 也影响不到皇帝 路过的宫女只能眼鼻而过 为她的凄惨遭遇 无不感慨万千 最终万历还是利用权威 将王贵妃草草葬在了 明石三陵的一块平地里 而她的儿子朱长骆并不争气 或许是童年一直过着 备受欺压的苦日子 养成了她懦弱的性格 她登基后并没有找郑贵妃的麻烦 为了讨好她郑贵妃送给她八个美人 朱长骆欣然接受 史书记载是夜连姓庶人圣荣顿俭 苦了太多年的朱长骆在父亲去世后 一下子放飞自我 白天日理万机 晚上辛勤工作 仅坐了29天的皇帝便一命无虎 也没来得及厚葬自己的母亲 就撒手人寰 直到她的孙子朱优孝登基后 才将祖母的遗体 牵制定领与万历皇帝合葬 1958年考古人员挖掘了定领 发现王室的陪葬品非常寒酸 一把用了三十多年的银壶 还有一块破碎的银盘 唯有一顶奉官最值钱 还是后来孙子朱优孝补给她的 更让人心酸的是 在她的棺果中还发现了三件黄色的小铜装 专家猜测很可能是她的女儿云梦公主的衣物 想来女儿的离世是她永远抹不去的洞啊 王室这一生真的是太苦了 因皇帝的一时无聊 她失去了女人最珍贵的真结 即便她没有怀上身孕 在那个年代她也不可能再嫁到好人家了 而嫁给皇帝又几十年如一日地遭受虐待 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 虐待她的理由却又是如此荒唐 不是怪她出身不好 就是怪她生下皇长子 如果不爱请别伤害 可惜那是万恶的封建社会 像王室这样的小人物 没有任何的自主权 只能任人宰割 有幸的是因她改写了历史 让历史记住了她 没有被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消失不见 还能够让我们认识到她了解到她传奇的一生 与之相比今天的我们实在是太幸福 当遭遇不幸抱怨命运不公时 看看那些比自己更不幸的人 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 公元前88年 汉武帝病重 他最宠爱的勾异夫人一直陪伴在身边 小心翼翼地伺候着 武帝时常望着她的俏容发呆 眼里全是不舍 是啊 汉武帝已经69岁了 眼看命不久矣 而勾异夫人才26岁 皮肤嫩的能掐出水 这样年轻娇美的女人 怎能不让人心生怜爱 可汉武帝首先是皇帝 其次才是丈夫 他思来想去 还是决定除掉勾异夫人 这天勾异夫人犯了一点小错 汉武帝雷霆震怒 直接下令 来人啊 将他打入椰庭牢狱 勾异夫人吓得花容失色 他怎么也没想到 一向对他百般宠爱的老丈夫 会突然变得如此凶悍 他急忙摘下头上的首饰 泪眼汪汪地趴在地上 求武帝饶恕 汉武帝忍受不了他那楚楚可怜的目光 转过头不再看他 把手一扬说 快走 快走 你活不成了勾异夫人心如刀脚 他的儿子刘福灵才七岁 今后谁来照顾他呢 他自己也只有二十六岁 他还没有活够 但汉武帝心意已决 不久后 勾异夫人就死在了狱中 那汉武帝为什么要赐死勾异夫人呢 很多人觉得勾异夫人死得不远 怀疑他参与了很多的重大阴谋 但当真如此吗 汉武帝在为五十多年 缔造了许多丰功伟业 使汉朝成了当时东方最强盛的国家 被称为千古一帝 也正是有了前期的辉煌成就 晚年的他追求享乐 到处游山玩水 信奉迷信 一心追求成仙长生不老 有一天 汉武帝外出巡游 路过河间 见这里山水风美 就在附近的村里停下来休息 汉武帝登高远望 身边的方是李少翁指着天空 对汉武帝说 此处祥云生腾 附近必有其女子 武帝顿时来了兴趣 命侍从即刻去寻 不多会儿 侍从就带回了一个姓赵的奇异女子 听村里人说 此女虽然生得国色天香 但有首吉 一出生就双手握成全壮 十多年了都没身开过 眼看着到了嫁人的年龄 家人一着急就放缓 有斩制者即得其为父结果 门槛被踏破了 也无人能打开这双手 武帝觉得新鲜 救命身边的宫女上去试试 但都没有成功 他好奇心大发 上前捧起肇事的小手 轻轻一触 奇迹出现 女子的手伸开了 手心里还握着一枚碧绿的玉钩 所有人都惊呼起来 擅长溜须拍马的李少翁 立即讨好地说 陛下果然天命不凡啊 武帝听了龙颜大乐 随后宫粉弹众多 但如此美丽又传奇的女子 还是第一次见 武帝将她带回了宫中 甚是宠爱 不久后 风为节鱼 威愤仅次于皇后 汉武帝还特意为她修建了 一座富里堂皇的勾异宫 因此又称她勾异夫人 那肇事真有如此神奇吗 看起来这是肇事与皇帝宠臣 联合起来玩的阴谋 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就真有这么好哄吗 在我看来 这只不过是汉武帝贪恋美色 还不往往自己脸上贴金 以达到宣扬自己天命不凡的目的 或者是后来他的儿子当了皇帝 修史书时故意给母亲添加的传奇色彩 为了说明自己并非凡人所剩 总之 不管是哪种 都比赵氏玩阴谋这一说可信度高 赵氏不过是个可怜的民间女子 她父亲犯罪被处以公刑 母亲早逝 她是在姑妈的抚养下长大 一个毫无势力的弱女子 她怎么敢冒着骑君之罪 来招惹喜怒无常的皇帝 那接下来 在她身上所发生的一系列奇异的事 又该如何解释呢 公元前94年 勾义夫人为62岁的汉武帝 生下了儿子刘福岭 也就是后来的汉昭帝 这个孩子更传奇 勾义夫人入宫后非常得宠 怀胎十四个月 生下昭帝刘福岭 称为勾义子 皇上说 听说上古仙帝姚 就是在母亲怀孕时四个月才出生的 勾义子和姚帝一样 汉武帝一高兴就把勾义夫人 所居住宫殿的门称为姚墓门 古人常常把超过十个月出生的孩子 称为非凡之人 种种的暗示不就是意味着刘福岭是天生的帝王命吗 那刘福岭真的是母亲怀胎时四个月才出生的 估计不可能 有人说这肯定是勾义夫人玩的花招 欺骗了汉武帝 仔细想想这也是很难做到的事 勾义夫人需要在他怀孕前四个月就谎称已经怀孕 这个风险太大 那时汉武帝已经62岁 勾义夫人如何保证自己就能在四个月后怀上孩子 如果怀不上那就是欺君大罪 是要掉脑袋的 就算他有这个胆量 汉武帝能不知道爱妃有没有怀孕 他不是受冷落的嫔妃 而是专宠 也就是说汉武帝几乎是天天陪伴着他的 有没有怀孕是瞒不过精明的汉武帝的 所以说怀他十四个月出生这件事 根本就不可能是勾义夫人玩的花招 我们细读史书后会发现 史书中的记载是大有宠 太史三年生昭帝 也就是说史书是后来汉昭帝集围后边修的 最大的可能就是 这个故事是后来汉昭帝修史书时编造的故事 同样与勾义夫人无关 在那个君命神兽的时代 造神是政治的基本功 不管是哪个皇帝的人生简历历 都有一段传奇的出生时 如汉高祖刘邦母亲神龙附体生了他 简笛吞悬鸟诞生伤族器等等 总之 每个皇帝都会故意把自己包装成真命天子 汉昭的刘弗玲也不例外 那刘弗玲既不是嫡子 也不是长子 他是怎么当上太子的呢 刘弗玲很聪慧 三岁十字 五岁能作诗 而且相貌端正 身材伟岸 汉武帝经常对外夸耀弗玲最像 我说明汉武帝非常喜欢这个儿子 但他毕竟年龄最小 是汉武帝第六子 除了老二造谣 刘弗玲上面还有四个哥哥 大哥刘巨 敌长子的身份稳坐太子位 三哥刘弹 薄学儿童大略 鲸鱼骑射 很像父亲 四哥刘虚 力能抗顶 空手与熊 野猪猛兽搏斗 五哥刘伯 是汉武帝还没爱够就死去的 妃子李夫人之子 非常得宠 由此可见 刘弗玲除了得宠 其余都不占优势 而最终胜出的是她 所以很多人猜测 是勾异夫人谋划了一切 将排在末尾的刘弗玲 一步步推向了前台 那勾异夫人是不是真有这个嫌疑呢 公元前91年 汉武帝得了一场病 他身边的宠臣江冲 借机禁言 陛下身体抱恙 都是因为这宫中有骨气 污骨 指的是一种诅咒术 皆用木偶做成仇家模样 藏于暗处 每日进行诅咒 或者用针扎木偶 以此来诅咒仇人得病身亡 汉武帝本来就迷信 听到此番谗言 更是怀疑有人在利用 污骨术诅咒自己 便命江冲立即搜查 江冲因与太子刘弓不合 担心刘弓即位后 会对自己不利 所以故意设计了 这场巫骨之祸 除掉太子 他事先指使亲信 在宫中预先埋入木偶 并制造巫骨的痕迹 然后装模作样的待人搜寻 最后在刘具的宫中 挖出了预先埋制的木偶 商报给了汉武帝 汉武帝本来就猜忌太子 有夺权的嫌疑 如今 证据确凿 更是深信不疑 一怒之下 命江冲查办此案 刘具被逼急 带兵斩杀了江冲 因此也背上了谋反的罪名 为皇后无奈自尽身亡 刘具也自问 太子为空悬 巫骨之祸 其实就是江冲 与刘具之间的争斗 而没有任何史料 可以证明 勾异夫人与江冲 有什么关系 后人之所以猜测 勾异夫人也参与其中 其实只是因为 勾异夫人的儿子 成了最终的受益者 但刘福灵之所以能成为太子 并不是因为他们母子 做了什么 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母子 什么都没做 太子刘具去世后 刘弹就成了长子 他自认为太子 为非他莫属 但汉武帝迟迟不立太子 他等不及了 担心夜长梦多 便主动采取行动 他上书给父亲 请求进京护驾 当时 藩王没有刘京的 只有太子 才会留在皇帝身边 此举已经是非常明显的 在跟五弟要太子位了 汉武帝看到奏术后 大怒 认为他有谋反的嫌疑 不仅没有立他为太子 还削掉了他的三个现意 真可谓 陪了夫人又折兵 那剩下的就是 老四刘须和老五刘伯 刘须因作多端 遭五弟厌恶 直接被排除在外 老五刘伯有个 不省心的舅舅李广丽 他与当朝宰相刘区毛 理应外合 天天上蹿下跳的谋划 扶刘伯尚位 结果事情败露 刘区毛被处死 李广丽投降了匈奴 刘伯也彻底与太子为绝缘 死在了汉武帝前头 所以汉武帝只剩刘福玲 一个儿子是可造制裁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才选择了 立刘福玲为太子 这其中真看不出 勾异夫人究竟搞了什么阴谋 我倒认为正是他们母子 一直保持低调 没有背景 又没有采取任何夺权的行动 才被武帝选中的 既然如此 汉武帝又为什么要除掉 勾异夫人呢 勾异夫人正值花季的年龄 被带进宫 每天要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 小心翼翼地侍奉着老皇帝 想必这些年他内心的苦楚 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吧 好不容易熬到儿子立为了太子 勾异夫人似乎是熬出头了 虽然年纪轻轻就要守广 但总比过提心吊胆的日子强 只要年幼的儿子集了位 他作为太后 就是后宫中地位最尊贵的人 这些年所有的付出 也算得到了回报 然而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用心侍奉的老丈夫 正在策划着如何除掉它 汉武帝先命那天化工 画了一张周公抱着周成王 接受诸侯朝拜的画面 赐给了霍光 于是左右群臣便明白了武帝的心思 是打算立小儿子刘福玲为太子 希望霍光能像周公辅佐成王 一样辅佐少帝 几天后 汉武帝就斥责勾异夫人 这里并没有说勾异夫人犯了什么错 只交代了武帝下令 将他送入耶庭牢狱 还说他活不成了 可能勾异夫人到死都不知道 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如果非得给他加一个罪名的话 那就怪他生下了柜子刘福玲 勾异夫人的死显然比斗鹅还冤 他去世那天 连老天都为他鸣不平 暴风吹起满天的灰尘 老百姓们都为他感到悲伤 无不痛哭流涕 而宫中使者连夜将他的遗体 抬出去草草掩埋了 只是做了个标记 最是无情帝王家 不久后身边人问汉武帝 为什么立了刘福玲为太子 却杀了他的母亲 汉武帝笑道 这就不是你们这些愚笨的人 所能想到的了 此少母状是霍乱的根本 你们难道不记得 吕后的故事了吗 原来汉武帝杀掉 勾异夫人就是为了防止 他得失后独揽大权 霍乱朝政 刘邦的妻子吕智 就是在刘邦去世后 儿子惠帝仁弱 大权由吕太后独揽 大肆诛杀刘氏子孙 险些把刘家的天下 让给了吕家 汉武帝是引以为戒 为避免女主善政 危害设计 而果断杀掉了他 对此 后人站在历史的长河里往回看 都觉得汉武帝的这一高明之举 却是稳定了江山 以至于后来的北魏时期 拓跋王朝纷纷效仿汉武帝的做法 一旦生下的儿子被立为了太子 母亲都会被吴晴赐死 如此残酷的制度 在北魏竟延续了上百年 这也许就是那个时代女性的悲哀吧 正所谓 一入宫门深似海 生似祸福个犹天 我眼中的郭义夫人是悲哀的 也是伟大的 她虽然没有干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但她生下了汉昭的刘福岭 开启了一个招宣中兴的新时代 没有人知道 当年郭义夫人与七岁的儿子生生别离 内心该有多么痛苦 但如果她在天有灵 一定会感到欣慰 刘福岭八岁即位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追封母亲为皇太后 并且蒸发两万人为母亲修建了云灵 还专门在甘泉宫搭建了一个望母台 已经当上皇帝的刘福岭 一定会经常登上望母台 向南眺望 望着母亲的云灵 在内心呐喊出无数个 娘亲孩儿来看你了 那一刻 她把眼泪流进了心里 因为她知道 她今天的王位 是母亲用生命换来的 如今 在西安琴砖汉瓦博物馆中 有一片瓦当 上面刻着长无相望四个大字 那正是两千多年前 刘福玲未表达对母亲的哀思而刻 这四个大字 仿佛是刘福玲在向母亲诉说 无论过去多久 儿子永远不会忘记你 1685年 38岁的康熙迟迟难以入睡 她望了一眼低眉顺眼伺候的宫女 一把搂住后 贴在对方耳边温声道 今夜你服侍阵 宫女娇修点头 此后 她竟成为康熙后宫最长寿的妃子 活到97岁 25岁的万流 还是距离入宫参加选秀 已过去十年有余 她的家世太不起眼 竟成为一个小宫女 她本以为自己再熬几年 就可以被放出宫外 却没想到得了康熙的青睐 当夜 万流和室轻手轻脚地服侍康熙入睡 却不想康熙因早前喝了碧罗春 整个人精神的不行 康熙眼神紧盯着万流和室 许是夜深人静 她在这个小宫女柔顺的姿态里 竟读出几分岁月静好来 她起了兴致 直接搂过宫女万流和室 让她来服侍自己睡觉 这夜过后 康熙并没有将万事放在心上 只是给她封为了树妃而已 康熙将这就继续去 芒沙俄金略的事 以及其他朝廷事务了 万事低调 绝口不向外声张此事 她的肚子也争气 同年十二月 直接生下了皇子 名为允桃 彼时后宫并没有皇后坐镇 仅有童家室为皇贵妃 不过同家室的性格也是温顺 并不多生事端 又因为早两年 同家室自己生的皇八女早妖了 更无心去为难万事的小孩 所以万事生子的过程 还是比较顺利的 虽身份低微 但没被怎么为难 康熙得知万事有孕 到后来她生下皇子 并没做出太大表示 直到三十三年后 康熙才念着她生有皇子 给她封了一个定品的称号 对于她的儿子 康熙倒还算满意 成年后让她跟在自己身边寻假 在允桃二十七岁时 赏了她四千两百亿 万事的日子真正好过起来 还是在雍正登基以后 她和雍正生母德飞是同日进宫 因为她不得宠 在德飞心中自然不存在什么威胁 等康熙传位给雍正后 德飞顺理成章就成了太后 念着同日进宫的那点缘分 德飞向儿子提议 给万事一个更好的封号 彼时雍正跟生母德飞正 因为是她继承皇位 而不是德飞的小儿子 十四阿哥继位 两人是同水火 连封太后的大典德飞都不肯出席 雍正见母亲德飞难得提要求 不过就是给万事尽一个威愤而已 自然应允 万事熬了多年才算熬到飞位 被封为定妃 与此同时 雍正刚登记 需要培养自己信任的可用之人 皇室中 万事的儿子允淘因为自小 在苏玛拉姑身边养育 性格也就比较本分之理 在九龙夺敌 众皇子争得极其激烈之时 允淘完全置身是万 因而 雍正也能放心任用允淘办事 他将允淘封为多罗吕郡王 负责管理子宫事务 允淘有了自己的府邸 万事也就跟着他捅住了 而允淘娶妻生子 也是按部就班完成的 可以说 万事已经不再需要操心什么 安心享受富贵日子即可 因为雍正太拼事业了 英年早逝 反倒是万事这个闲人活得更加长寿 乾隆帝上位以后 也很尊重定太妃 逢年过节 都会让后宫晚辈们去向万事问安 万事九世大寿的时候 乾隆还特别给他大办了一场寿宴 可谓给足了体面 虽然早年过得比较苦 但万事后半生过得已经算得上优越了 能安然活到九十七岁 也是有福气之人 爱情对于后宫女人来说是奢侈的 想过小妇吉安的日子其实也是不易 万流和氏不去主动争宠 只因有儿子傍身就还算过得不错 归结起来 还是因为她所在的后宫还算祥和 康熙勤政 虽然她的身边也女人不断 但几乎少有偏宠的情况出现 后宫女人的安宠都差不多的时候 也就没那么多心思去彼此算计了 不用忧心讨丈夫康熙的欢心 也不用愁儿子的教育问题 万事的日子还是比较轻松自在的 个人的幸福 有时也依托于是否遇见好的人和对的事 万事抓住机会 也守住了自己的幸福 也算得上少有的聪明人了 你认同吗